全灣一間擺索社運藝術品的銅裝店 下午突然被警方國安署遺封搜查 警方說接到舉報 說雙鋪涉嫌違反國安法 行動中暫時沒有人被捕 何家進報導 幾十名警員下午大約5點 大同法庭搜查令 突擊搜查出基德 在全灣在城街的分店 拉起鏟帶不讓其他人接近 國安署人員手持攝錄機拍攝記錄 並逐一檢查店內的產品和擺設 店主周小龍被要求留在店舖中接受查問 在大約一個小時後 警員收隊離開 未有帶走任何人和物品 他們非常凶狠 非常不肯回答一些很正常的問題 他做完了之後 我問他 sir可不可以說清楚 今天你沒有東西拿走 那我就繼續營業 他說我不需要回答你 香港的法治是這樣的嗎 然後警告你 以後再有犯國安法的產品的時候 我們保留的權利去起訴我 那我說今天有沒有 他說我們不回答 他質疑當局是想製造白色恐怖 但他們會選擇繼續營業 不會收走產品 有線電視記者何家添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何家添報道